那妈祖是东亚区华人社区的主要海神信仰 那更因为它的影响力 让东亚海洋文化被称之为妈祖文化 哈根在2009年入选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相传呢 中国福建的这个梅州岛是妈祖的家乡 当地的妈祖今生啊 可以说是全世界妈祖文化的鼻祖 中国梅州妈祖祖庙 今年更举办了妈祖下南洋 重走海思路的交流会 那将他们的妈祖今生呢 带往各个国家跟信徒们一起交流的 而第一次前往东南亚的妈祖 第一站就来到了我国吉隆坡天后宫 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也让新马各地的妈祖信徒 纷纷在今天早上涌入了天后宫 一同参与妈祖祭祀典礼跟寻安游行 我们现在马上跟随记者徐翠芬 跟宋婉成的脚步 一同来见证这场妈祖圣典 一大清早 大批的善男信女前往天后宫 在庙外集合 为的就是目睹这一尊 来自梅州的妈祖今生 千里眼和顺风尔的陪同下 妈祖今生鸾驾神台 庐山真面目终于展现在大众眼前 而在祭祀典礼开始之前 雪龙海南会馆会长表示 希望能够团结全世界的妈祖信徒 以传承妈祖文化 没有同意的拿祖文化 才能组织全球属于人的拿祖信众 彼此传接一致 壮大文化的传承力量 慷慨激昂的致辞结束之后 古声和罗声响起 象征祭祀典礼正式开始 仪式以古代礼仪进行 首先要以青铜器敏成装的水灌洗 而上香之后还有三贵九寇礼节 以显示对妈祖的虔诚之心 云年缭绕的氛围之下 现场还有古代祭祀舞蹈八亿舞的表演 64名舞蹈员翩翩的舞姿 为庄严的祭祀场面祝幸 一众庙宇礼事剪彩签名 象征妈祖下南洋交流会 正式从第一站吉隆坡开跑了 道主想连天 在文官武官井然有序的带领之下 梅州妈祖正式启程寻安了 尾随的就是来自新马各地的 妈祖庙代表 他们扛着自己妙语的妈祖今生 一同出发 街上浩浩荡荡的信徒们 一步一脚印跟随妈祖队伍前进 就算头上顶着烈日 信徒们还是带着兴奋的心情 享受这一趟旅程 庞大的阵容自然吸引了许多的民众围观 有的民众还被这样的场景而打动了 感动 因为我们能够保全我们的华人文化 辛苦又漫长的游行 也许是象征着文化传承必然面对的难题 这一段路上信徒们自然是累坏了 有的就换人抬叫 有的干脆坐在路边休息一会儿 但这并不阻止他们继续往前迈进 终于在众人的掌声当中 妈祖跟信徒们一起回到了天后宫 结束了今天的寻安路程 妈祖可以说是一个海巡 在我来说 我认为它是一个文化传承的象征者 妈祖或许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一种信仰 不过对于信徒而言 这更是他们文化认同的一部分 因此每一位信徒把妈祖送回天后宫的每一步 所留下的每一滴汗水 都是为民间文化传承所付出的努力